谢谢你继续锁定焦点 对于喜欢吃饭 吃大米的亚洲人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 大米价格攀升 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亚洲的米价 八月底一度飙升到 15年来的最高水平 本地进口的白米超过九成 来自泰国和越南 未来 我国米价预料将随着 国际米价的波动而上涨 这一袋袋的白米 背后是农夫和工作人员 付出的辛劳 陈焕林是新加坡 米入口商总会主席 他感叹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因为最近几个月 本地白米的进口价 不断飙升 让他倍感压力 最近印度宣布大米一部分限制出口 像印尼、菲律宾都去那些大米出口国 比如越南和泰国采购大米 使到国际的米价波动蛮大的 我们可以以越南米来做一个比较 涨幅呢 其实有高达30到40% 进口米价虽然不断攀升 进口商表示 我国大米市场竞争激烈 加上米是生活必需品 他们不可以把增幅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当印度宣布这个情况的时候 刚刚宣布的时候 我们身为进口商 我们也是有去市场上 快点订了一些米进口到新加坡 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维持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数量也是会慢慢让市场上消耗掉的 现在我们也是要开始进口比较贵的米了 我们就慢慢可以把它average out 直到价钱的涨幅没这么大 在超市走一趟 白米货源依然充足 价格的变动也不算大 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估计米价的新一轮波动还没有反应在零售价上 而且本地对印度限制出口的大米需求不大 虽然国际市场的涨幅已经是 大概是30%了 可是新加坡米价的涨幅 大概是5到10%之间 很多进口商现在也是在承担涨幅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情况会好转 可能下一个收成会比较好 使到紧张的情绪会比较缓解 然后价钱也会比较平稳 新加坡一路来都是从170多个国家进口 粮食或者是食材 好像大米也不只是从印度和越南 再加上它这个米价的起伏也不是很剧烈 所以有一点影响 但只是短暂的 对不少国人来说 餐桌上总是炒不了白米饭 新加坡食品局在回复焦点询问时指出 我国缺乏天然资源 九成以上的食品依赖进口 因此粮食价格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不过食品局表示 工人不需要担心白米供应不足 我国自1974年推出白米库存计划 政府米仓一直存有进口量两倍的白米库存 以确保本地大米市场的供应和价格稳定 另外我国也采取多管齐下的进口策略 目前我们从30多个国家进口大米 其中泰国白米的数量占六成 越南米则占三成 其余来自中国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和印度 除了积极寻找更多食品供应来源 接受焦点专访的食品科学专家认为 我们可以跟周边国家合作 由我国提供高科技技术 在邻国种植抗旱和抗虫害的农作物 提高产量 我们没有土地 就是种米 我们没有什么土地 但是我们有技术 好像我们代马锡生命科学院 他们研发出一个代马锡的米 这个代马锡的米它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它可以抗干旱 另外就是有洪水的时候 它也可以继续生存 这样它这个米呢 总体来讲就是比较 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中 它的韧性比较高 如果我们可以和周围国家合作 来推广这个代马锡的米 这样去创造一个双赢 由于气候变化和其他国家的 政治经济因素造成的价格波动 进口商估计 接下来本地的百米零售价 可能会上涨5%到10% 不过本地百米库存充足 公众不需要过量购买囤鸡 我们的国家的米是非常充足的 第二 其实新加坡人 每个月没吃这么多的大米 我们的吃的方面很多选择 所以我觉得国人不用太担心 随着气候变暖 国际米价和食品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况 将会更频密 但是危机也是转机 专家认为这也许是个好机会 调整生活习惯 比如说每餐一碗饭 其实到底是我们需要吃每餐一碗饭吗 这个是需要我们了解营养的需求 在这个变动的环境中 让我们就可以探讨 就是到底我们需要多少 而且这是一个创造一个机会 就是给我们整个新加坡来一起努力 减少食物浪费 人们也许无法对抗极端天气 但是只要拿出决心应对 未雨绸缪 粮食危机和价格波动 还是有望得到缓和 我国政府制定的3030愿景 目标是到了2030年 本地出产农产品 可以满足国人30%的营养需求 专家有信心 通过城市农业技术 开发不同的粮食来源 我国食物供应应该不成问题 本地导演陈哲义 最近推出新作品 广告回来一起听听 他为什么不选择在新加坡 而是到中国东北 拍摄他的新电影 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 还有不熟悉的温度